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是被你教数学 那么呢,我们跨过那个根号那个单元了 那来补充讨论一些国中没有涉及到的 但是其实你应该要知道的 比如说关于范围不等式的讨论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今天X在-2到1之间 Y在2到3之间的话 请问X-Y会是多少到多少之间呢 那它其实不难去想象 就是说你想要减起来大一点就拿大的减小的 你想要减起来小一点 或者说负多一点就拿小的减大的 所以第一题呢 你可以说这个拿1-1-2-1-2-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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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2-1-2-2-1-1-2 这没有问题吧 这很简单的 那如果x乘y呢 那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是1乘 我拿大的乘大的感觉会比较大嘛 可是在这一题小的这边 要怎么样会最小呢 负越多越小 所以你拿负2乘2得到负4 跟拿负2乘3得到负6来比的话 其实负6更小 所以变成说我的大的这边是 这个1乘3是3 然后小的这边呢 是负2乘3 也是负6 有时候两个都乘3 再来看这个 y分之x 那会是怎么样呢 我如果分母越小分子越大就越大 所以说这样子y分之x的话呢 最大的应该是让y尽量小 x尽量大 是1分之2 那然后呢 这边负的这边呢 它其实跟刚才一样 就是说如果你已经知道 你这边结果算出来是负的了 那我拿 按理来说小的本来应该要是 这个分母尽量大分子尽量小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负的越多是越小 所以呢 它的这个不是负的三分之二 而是负的二分之二 也就是负1 那所以我们来看右边这个x分之y的话呢 你可能会去想说那我跟刚才一样吧 如果x放1分之3和1分之2比起来 1分之3比较大 然后这个负2的话负2分之3负2分之2比起来 负2分之3比较大 对不对 所以很多学生会答这个 负2分之3 1分之3就3了 对不对 他是错的 他是错的 那为什么呢 我x竟然在负2到1之间 重点就是说他的x有跨过0 所以x假如是0.1 0.1分之3 那其实30 我如果x是0.01分之3 就是300 对不对 所以我x可以非常接近0 比如说他是0.0000001 对不对 那他这样子分之3的时候就变300万 所以我的x如果他非常非常接近0 可是他还是负的 但是他非常小非常小 0.000000非常小 但是还是负的 但是非常接近0的时候 那么他的这个分之3的时候 算出来会很接近正无限大 也就是他非常大 多大都可怜 因为你可以非常接近0 如果他今天跨过去 他比0小 可是他一样是非常接近0的话 也就是负的0.0000003 那他就变成是 比如说30亿啊 3000兆啊 也就是他可以是怎么样 负的无限大 你不要图 可以吗 所以这者还是这一题的答案 因为他的分母跨过了0 所以变成他什么数字都有可能 大家看对不对 一样按个暂停自己写一下 那我们等一下就直接讲了 那其实这个每一题都有一点点比前面更难一点 所以比较小看的这个对不对 x平方加y平方 那你想说我这个负2平方是4 1平方是1 对不对 这个是4这个是9 对不对 那所以说平方和要大一点的话 是不是4加9是13 那平方和如果要小一点的话呢 那应该是1加这个4 就两边都取小的 对不对 所以是5个 那你的答案是这个吗 他是错的哦 为什么 其实最小的时候 x是0 4的这个才是最小的 所以就是要留意这件事情 那如果是xy-y 它的范围呢 要按个暂停自己写一下吧 那我们直接来看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刚才我们不是讨论了xy吗 然后xy-y 那所以我拿大的减小的减出来会最大是1 然后我拿小的减大的 也就是-6减3减出来会最小是-9 这样对不对 那很可惜这样子不对的 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减呢 那这是因为这个xy跟y 两者之间会联动 什么叫做会联动呢 我们刚刚这里说我要产生这个减起来最大 我是拿xy最大减y最小 对不对 那y最小是2嘛 xy最大是3嘛 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xy最大 它是用y是3减x4 乘x是1嘛 得到的 那也就是说你要让xy有最大的时候y是3 然后你又说我现在y是2 就矛盾 所以它没有不可能同时发生说这个是3 这个是2 它们两者之间会互相关联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到这一点 就是说这两个是会变动的 如果我想要让这个小一点 那这个就跟着小了 我想要让这个大一点 这个就跟着大了 那它怎么办 那所以要不然用3减3吗 之类的 其实不是说直接怎么减 而是怎么样 我们要调整原本的式子 调整到它变成两个互相不关联的 比如说我现在可以提出这个 xy-y 提出y 它就变成y乘上x-1 那这样子y是2到3之间 x-1呢 x-1 是这个-1 所以是0到-3之间 这样这两者就没有关系 所以你尽量大你的 我尽量大我的或小我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两个乘起来要有最大值 那两个都抓最大的时候 x-1最大是0 y-3 所以乘起来最大是0 那两个要最小的时候 也就是要负最多 因为我这里还是负的 要负最多 那你会发现它其实是用我的这个负3乘3 所以这个负9是对的 那虽然说这一题它看起来就是直接我拿这个3-3 好像就是0个答案 但是不是直接这样做的 我们要去寻找到怎么把我的式子变成两个 互相不联动的东西 好的那我在作业里面有一些分式的计算 那因为我知道很多国中的学生 他在分式上面其实没有学得很好 就因为国中很多单元嘛 所以你可能漏学了一个部分 好像也会考刚好没考到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这里很快的补充一下 如果要这个讨论 x的范围为何 按个暂停想一下 那我们要怎么讨论这件事情呢 其实就像我们在讨论 如果今天是2分之x大于5 他问你x的范围 不等号两边同乘2 所以x大于10 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要不等号两边同乘分母 可是问题来了 就是说 你如果直接乘过去 然后你就说 这个5大于-3倍的x-2 很有可能做出来是错的哦 为什么呢 因为你其实不知道 自己现在乘的这个东西 是正的还是负的 如果不等号两边同乘负的数字 这个不等号要变号 那么现在因为我们x是一个未知数 它有可能是减完2之后是负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 我这个东西是正的还是负的 那你要怎么做 其实就是要分拆讨论 所以说如果 x-2大于0 也就是x大于2的话 那么原本的式子就会变成这样子 就是我既然知道你大于0了嘛 那我两边同乘一个大于0的东西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继续大于 注意这里不能先等于 因为分母根本就不允许被让他等于0的 那又或者 如果x其实小于2 也就是他-2会是负的的话 那会怎么样呢 那我们还是可以把它乘过去 但是就是要转换这个号 小于 然后变成是-3括号x-2 我们还是乘了一个-2 不用自己把它再补一个负号 于是我们把这个乘开来 上面这个式子乘开来的时候 会得到-3x加6 小于5 所以会得到-3x小于-1 然后我等号两边同除x 所以x大于-1 这样可以吗 然后我们来看下面这个的话呢 我把它也一样乘开来 它会变成-3x加6 那基本上就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不等号不一样 所以这里-3x 变大于-1 然后同除以-3x 变小于-3分之1 正的3分之1 那注意来了 答案不是这个x小于3分之1 或x大于3分之1 不是 那更不是而且 那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是 我们要让他最后得到这个范围 有一个前提啊 前提是他 所以说 这个范围 必须在这个前提之下 才会成立 x要大于2 也就是说你x如果不大于2 是不能得到说 超过1分之1的我就要的 不能这样子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两个同时成立的情况下 那因为x大于2是一个比较窄的范围 所以他会留下x大于2 那你也可以画 就是如果你的不等式讨论 没有那么流畅 你也可以画一条线 这是1分之1 这是2 两个要同时成立 就是要被两条线叠到 你就会发现是 留下x大于2 那一样的道理 这里x要小于2 和x要小于1分之1 留哪一个呢 那因为 小于1分之1 是一个更窄的范围 所以他两条重叠是抵在这边 所以最后的答案 x小于1分之1 或者x大于2 所以我刚才会说 如果你直接说 我就把它乘过去 然后我就开始倒倒倒 你得到的答案x大于1分之1 是不对的 甚至这一条留下来的不是答案是这个 就是说你 这一题就是我故意把它设计成 你一定要这样讨论才会对 那就让你们看到说 原来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 那看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真的要能够正确操作它 下面这里 12分之5小于21分之1 x小于12分之3 这个若21分之x为整数求x 那第一题比较简单啊 第一题要求的是什么呢 第一题要求的是 这个21分之1 这个东西 它会是多少 因为12分之5是0点多吗 12分之13是1点多 所以它如果是整数的话 21分之x就是1 所以x就是21 那第二题 如果今天我要让这个东西是一个最减分数的话 那x可以有几个 也就是说x写什么数字的话呢 它会最减又同时可以让整个数字夹在这之间 如果今天 就这三个数字的分母是一样的 比如中间就是12的话 那好简单啊 x就是什么 我看一下 678901112 然后不护子的 有公因素的都拿掉 留下护子 可是我现在中间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在这一题 要教大家一个计算上的小小技巧 就是为什么我要放这一题的原因 常理来说 就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中间是12的话 分母是12的话 该有多好 所以我们可能会想要说把分母调成12 那这样的分子是多少 这样去讨论 可是事实上这一题就是不建议这么做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的分子不再维持是单纯的x的话 那到时候你讨论出来的也不是x的范围啊 对不对 它会是几倍的x的范围 那你要再调整回来 那这样会不会又导致有一些是不能整除的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们因为要讨论这个最减分数啊 所以x被我们最好是把它这个固定在这里是1 所以这个21分之x不要动 那怎么办 所以就是动其他的啊 左右两个变成21是分母 那你说左右两个怎么把它变成21是分母呢 我12的话要乘多少会变21 21是12的几倍 那我的学生都会常常听到我讲这句话 因为我喜欢重复这句话来让他们加强这个印象 21是12的12分之21倍 所以12分之11然后你在约分嘛 你就发现它是7分之4 所以我的上下同层 上下同层7分之4 那这样子我的分母就会变成是21 那我的分值呢就会变成是4分之7乘以5是4分之35 好那取一下整数的部分吧 因为我们要讨论整数嘛 所以4分之35的话是8又4分之3 所以是这个8点75 那右边这里也一样 上下同层7分之4 所以分母变成21分子变成4分之7乘以13 7乘以13的话是91 所以4分之91的话是22又4分之3 因为4乘以22是88 22.75 所以其实X会夹在8.75和22.75之间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可能的X列出来 3的倍数跟7的倍数不要 所以有几个 1 2 3 4 5 6 7 8 8个 那如果这一题有看懂的话 按个暂停自己写一下下面这一题 好那我们来做做看这一题啦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的分母有3跟X 分子有10 35跟14 那所以要怎么办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的X不要动 那也就意味着 你要做的其实是通分子 可以吗 我们刚刚是通分母嘛 把分母调成一样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其实是调整分子到一样的 也就是要把这两个都调整成35 来 10乘以多少会是30 35是10的 10分之35倍 再约分啊约5啊 所以是2分之7 如果你今天觉得你听完了之后 好像这个下一次我不记得会做啊 抄一下啊 对不对 按暂停 然后就把它拿笔记本来抄上去啊 之后回来看啊 多做几次嘛 来 所以我们这里要怎么样呢 上下同层 刚刚讲 2分之7 所以分子从10变成35的时候 分母从3变成2分之7乘以3 是2分之11 所以是10.5 右边乘的不一样了 14乘多少会变成35 那就是14分之35 约掉7是2分之5 上下成同一个数字的话 这个分数就不会变好 所以它的分母会变成是3 乘以2分之5 是2分之15 也就是7.5 没有错 因为你分母越小 整个数字是越大 所以X加这之间 那所以最后我们的X 其实是会落在这个 10.5跟7.5之间 这个不好意思 我们直接解到第二题 我们先把第二题解完吧 所以使得这个为最减整数 最减分数的整数为X有几个 那你就会发现X等于 8或9或10 而其中7的倍数和5的倍数不能要 所以 共2个 然后我们回来看第一小题 它说如果这是一个整数 那这是一个整数它会是多少 那因为3分之10 是3点多 然后3分之14 是 到5了吗 还没有 是4点多 对不对 所以夹在3点多 和4点多之间的话 那就只有一个4 所以 X分之35 会等于4 可以吗 X会等于 4分之35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答案 因为它不是整数 仔细想想 第一小题没有说X是整数 对不对 第一小题没有说X要是整数 第二小题有嘛 它要使它化为最减分数的整数X有几个 所以我们都抓整数 对不对 但是第一小题没有 所以四分之三数就是它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一集就上到这里 对不对 好 好 好